大家好 台積電董事長張周謀 帶著夫人張淑芬出現在記者會上 對台積電成為晶圓代工領導者 董事長霸氣宣言 怎麼可能是天賦定的 都是人定勝天 都是我們做出來的 能夠勝出的原因 歸咎於員工的團結 我看到他們的團隊的精神 我看到他們的運動員的精神 這些其實都已經是 我們為什麼能夠 理創其次的因素 明年將台積電交棒給接班人 劉德英還有魏哲家 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們跟這個四年以前比 他們現在的businessman的成分 是比四年前高相當多 之後的事情怎麼決定 這個是我不能預見 他們要做什麼決定的 可是我們的策略 我們的這個 甚至於我們的戰術 我想是有一些持續性的 即將卸任三十年來 張宗謀帶領台積電 開創新的商業模式 成為晶圓代工霸主 是台灣企業經典 環宇新聞 賴偉凡 陳舒曼 新竹報導 但是呢 我們要不要